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大家好 我是竹子 爱只有一个字 但它在人们的心中 却不止一种形式 有些人的爱是陪伴 有些人的爱是关心 还有些人的爱是讨好 但更多时候 人们的爱是无条件的付出与给予 尤其一个女人爱上的时候 恨不得给了她自己的全部 但不要忘了 得不到的才会永远骚动 被偏爱的才能有恃无口 若是给的太多 爱的太满 只会让自己陷入物极必反的窘境中 就像下面这三样东西 女人越给 男人就越不珍惜 反之 当女人学会了拿捏分寸 做到取舍有度 男人反而会越爱你 别傻傻地不懂 时间 网上曾广泛流传过这么一句话 爱情就像手中沙 握得越紧 流失得越快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如流沙一样难以掌控 爱一个人 千万别爱太满 懂得保持距离 适时地锻联 给彼此留下自由呼吸的空间 靠得越近的感情 越容易带给人窒息感 太多关系 正是由于太好 最终才会成为仇敌 人这一生 与任何人走得太近 都是一场灾难 爱情更是如此 可以爱却不能毫无距离感地 无限贴近 太近的距离 只会产生伤害 关于感情中的事情 从来都不简单 它会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患得患失在所难免 但过分的担忧 并不能阻止事态的发展 反而会造成 怕什么来什么的糟糕局面 两情若是长久时 又起在朝朝暮暮 情观的这首 雀桥仙 多被人们用来安慰 不能和爱人相守的遗憾 可换个角度想想 这何尝不是一种圆满 人与人之间 所有美好的幻想和期待 都是因为陌生感 和遥远感在产生的 如果整天粘在一起 很快就了解了 神秘感一消失 就只剩下了厌倦 任何关系 考得太近 都是一场灾难 唯有适当拉开距离 多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彼此亲密有见 感情才会因为思念 变得越来越浓 看过一句话 人间最美的距离 或许就在将够着 又够不着的地方吧 最长久的感情 都是热烈而不是理智 清暮而依然独立 就像花砍半开 酒饮微醺 爱也是气氛刚好 因此 再爱一个人 也要懂得有所保留 在一起时 恩爱甜蜜 分开时就各自忙碌 感情只有 耐得住时光的打磨 才能如涓涓细水 缓缓流长 依赖 两个人在一起 感情越深 我们就越容易 依赖对方 每个人在爱情中 都有不同程度的依赖 它让我们 拥有关系中的安全感 但如果 我们把生活中的爱 和幸福感 寄托在对方身上 则很容易造成失衡 因为对方 给予你的爱 他也可以随时拿走 相比生活习惯上的依赖 情感依赖 才是最可怕的 就好比酒精依赖 你甚至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离不开对方 但不知不觉 把对方看得 比很多事情都重要 感情中的依赖者 最可怕的结局 就是失去自我 因为对方喜欢玩游戏 你就愿意牺牲自己 原有的兴趣爱好 陪着他 只为了淘淘欢心 对方一个眼神 哪怕你已经有自己的安排 也毫无怨念 放弃私人空间 陪他去做你 并不喜欢的事情 对方说 不喜欢你和异性聊天 你连和异性同事说话 都小心翼翼 你以为 爱情都是盲目的 为他改变自己 是通往甜蜜爱情的 必经之路 但最后 你却丢了真实的自己 其实 好的爱情 并不是从对方身上 寻找安全感 它应该让你成长 让你从一个人的孤单 变成两个人的强大 拥有更多的快乐 和对方彼此拥有 却又不失去独立人格 女人在感情里 最容易患得患失 生怕男人离开自己 于是 纵是黏着他 讨好他 一旦对方不理睬自己 仿佛世界都要坍塌了 却不知 感情中最忌讳的 就是将对方当作全世界 太过依赖 太过卑微 结果往往失与愿违 甚至会将对方 推得越来越远 真正美好而长久的感情 应该是 志向述中描述的那一般 你有你的铜支铁干 像刀 像剑 也像挤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物矮 流浪红泥 仿佛永远分离 却有终身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爱 就像是一场博弈 只有双方不分博重 势均力敌 两个人才会在你来我往间 星星相吸 也长久相依 所以在一段感情里 女人除了要学会给予 更要学会克制 要让男人觉得 你离开了她 你依然可以活得很精彩 这种亲密又独立的爱 才会让男人着迷 自己的主见 周国平先生曾说过 幸福不是活成别人那样 而是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生活 聪明的女人都懂得做自己人生的掌舵人 她们从不随波逐流 也不会人云亦云 而是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主见 哪怕看透世事 依旧保有一份天真 即便历经磨难 依旧懂得珍惜眼前 这样的女人 从不在男人的眼里找爱情 只在自己的天地中 寻快乐 所以 她们无论到了什么年纪 都能与世间美好 撞个漫怀 站在爱情的起点上 一个柔弱的女子 或许能够让男人产生呵护的心理 但是心软不等于爱情 一个愿意一时守护你的人 却难以成全你一辈子 而那个拥有主见的女子 往往具备独一无二的魅力 在茫茫人海中 既能保持独立 也能用自己的方式去生活的女人 不仅容易激发男人追求的欲望 也能够让男人找到心灵的归属 与前者相比 后者更像是爱情 独立的女人 能够站在平等的位置上 与爱自己的男人对话 她可以不卑不亢 在情感的世界里 继续做最好的自己 这样的女子 方能在人生的旅途中 保持优雅的姿态 成为男人心目中 那个值得持续关注 和青睐的对象 从而彻底征服男人的心 抓牢爱情的走向 有句话说得好 与其委屈求全的降低姿态 等待男人的垂脸 不如好好爱惜自己 让自己这朵女人花 越开越艳丽 依靠男人 你的人生会被对方所把握 而一个独立的女人 却能用自己的方式 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剧本 她们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生活 而是能够用特立独行的方式 活出一份个人的洒脱 也无需模仿他人的诡计 而是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女人为何要独立 有这样一句话 可谓是直指其中的真谛 靠父母 你最多是公主 靠老公 你最多是王妃 靠自己 你就是女王 聪明的女人 不会将幸福 随意交到婚姻的手上 也不会将人生 从此交给一个男人 女人保持独立 将会让自己更有魅力 也能掌握余生的走向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 不卑不亢 不慌不忙 对人生不妥协 对生活不苟且 只有这样 才能爱得轻松 活得漂亮 一步一步走向幸福的结局 总结 金庸在《书写恩仇录》中写道 情深不寿 强疾则辱 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感情亦是如此 当若爱一个人太深 太过思念 太过期待 就会劳心费神 势必心力交瘁 这段感情也不会天长地久 一生真心难遇 一生真情难求 一辈子难寻一份真感情 遇上了就好好珍惜 那份情 那份意 那份关系 相处不累 久处不厌 人的一生 就托个舒服 遇个真心待你的人 一起做快乐的事 过快乐的日子 没必要难为自己 逼自己做不想做的事 唯有相处不累 才能久处不厌 恰到好处 才会细水长流 希望女人都能学会 深情却恰到好处 聪明 也难得糊涂 坚强 亦不卑不亢 从此不负自己 不负一生 与朋友们 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MING PAI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